作詞 王朝 寶寶 作詞 作曲 王朝 寶寶 基本上這個案子 屋主他是從事一個比較時尚的美容行業 房市的本身結構已經是超過20年的老屋 对于客厅的部分 我们是采用以大面积的玻璃增加的空间感 在玻璃上面我们也采了一些所谓的设计的造型 我们在两片玻璃上面做了一些凸腾的设计 方便区隔合适与客厅的一个作用 我们在餐厅部分我们以木地板作为架高 以区隔它的空间 那我们在木地板架高的空间下面呢 我们做了一些灯光的设计 为了让整体性看起来更有明亮区隔的作用 窗脸的部分呢我们采用的是紫色的基调 那因为紫色的基调它原本上在颜色上 就是属于比较重的一个基调 落地窗脸的手法 一方面是增加设计感 增加它的实战感 再来就是维持这个原设计的美感 主卧室做了比较奢华的设计 床头是以双层的织布为做法搭配插镜 外加的床主啊这个家具的这个点缀 看起来就是一个精品旅馆的空间 关于这个设计的初步呢 我们有跟屋主所谓做设计的沟通 我们采用的是精品旅馆的手法 目的只是为了让这一对年轻的夫妻 在工作之余或者是下班之余 回到家之后有轻松的享受 有疏解压力的感觉 那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上 我们做的是一些比较精致 比较奢华的设计手法 让班的民众也许不用花很多的钱 就可以在家里享受精品旅馆的品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